《萬區》 《華裔家庭》上網買狗 五千多元落入騙徒手 住在灣區Fremont市的曾生向本台反映 因為疫情想買狗陪伴在家的小朋友 結果被騙了五千多元 他希望提醒其他觀眾 不要落入同樣的騙告 他在8月初 在MyakitaPuppies.com 批准了一隻白色的秋田犬 對方聲稱自己是在家繁殖 價錢是800元加上200元的機票 曾生付了一千元之後 賣家翌日也將狗仔 運輸追蹤單號發給他 我便打進去調查號碼 說是有 這個調查號碼是有我的名字 是有他的名字 所有的名字 資訊都在下面 我便說是OK了 大爭生猜不到 對方不僅想握了他一千元的賣狗錢 這間運輸公司網站 也是騙局的一部份 之後他說那個公司的人 就給我打電話 說我們這裡有 insurant你一定要買的 不過這個insurant 是會refundable when you get a puppy 由於曾生是第一次買狗 而且對方也說已經將狗送出 他都匯了錢 運輸公司也繼續跟他保持聯絡 他就跟我說 現在因為你的狗 一定要在那個船船 一定要買個位給他 就是說他要under 不是跟別人一起坐的 是他們有一個pet store put in to the seat 什麼樣的 那裏又要一個 一千四百二十元 我就跟他吵了 我說沒有理由的 這些東西 就是你自己做得這麼好 他說是這個最後一個payment OK了 我就信了 我又匯了 尤其是對方每次的郵件都列明 這些費用是可以退還 當時正在上班的曾生 都沒有想太多 本來說當日下午回到加州的狗仔 結果運輸公司 有發郵件告訴他 現在狗仔在亞歷桑拿州 要多給一千七百多元打疫苗 他說我又匯了 一匯了的時候 又不到 就是說要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早的時候 我就估計了 我說 你又來多一宗了 誰知道真是來多一宗了 這次對方要他再給一千四百五十元 買一個九隻可以入加州的准虛症 這個時候曾生終於完全確定自己被騙 於是立刻報警 並且聯繫銀行處理 銀行表示之前的電匯就沒辦法追回 但用銀行轉帳軟件就有可能可以追討 不過不保證 本來一家人很期待家裡有新成員的刀利 不過雖然這次被騙 他們還是會繼續買回一隻狗 寵物詐騙警告網站 Petscams.com已經在6月份 將myakitapuppies.com列入了寵物詐騙網站名單 表示這個網站在今年5月在捷克註冊 詐騙手法是用一間假的運輸公司 來收根本沒有的運輸費用 手以費用和保險費等 我們也發了郵件給myakitapuppies.com詢問 不過我到截告為止都沒收到回覆 天上衛視記者梁尼娜報導